白衣老文跟著警銷站在路旁水溝救人 因為他的妻子被轎車撞飛 躺在一公尺深的水溝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警方調味監視器發現一輛黑色轎車行跡可疑 循現追查車牌逮捕肇事的誠信車主 老文語氣非常無奈 跟妻子早上出門去種田 他有事情先回家一趟過沒多久 卻接獲二號 肇事的誠信車主 愛車的保險桿跟引擎蓋對我明顯撞擊痕跡 他一開始辯稱 富人沒事才離開 後來又該口探承有撞到人 沒報警是因為自己的駕照已經被吊銷 車禍發生在二十七號下午三點多嘉義線的路草鄉 當時黑色轎車行進入口跟富人發生碰撞 成型駕駛沒有立即停車 還把機車往前拖行十公尺 富人則是被撞飛躺在路旁的水溝裡頭 這個相關事實跟市政都已經提清了 那講話都已經有從事掌握到 所以這個部分講話才認為 還沒有駕駛跟這個駕駛的必要 所以才予以刺回 雖然陳姓駕駛酒測值0.14 但他表示是回到台南住家跟朋友烤肉時有喝酒 並沒有酒駕上路 檢調還在確認是不是酒駕造勢 只能先讓陳姓駕駛無保請回 老翁紀背上用無奈跟妻子天人勇格造勢駕駛也沒到臨堂致歉 他只希望結果能快點出爐 好還他的妻子一個公道 記者侯國文李淳彥嘉義報導